第二 我們招成績臺 我們絕對少數無中多數 我們表決數沒有關係 但是呢 成績的正義 依法處理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我在這裡要問你們歷史考問 我們前面的政府要求 有這麼困難嗎 有這麼困難嗎 我們可以讓民主在臺灣 繼續走下去 我們要求是一個 依法以及程序正義而已 有這麼困難嗎 這是第二 第二個 國民黨 民眾黨 要少了 國民黨 民眾黨 國民黨和民眾黨輕人想一想 賣財 何在急 協商以後再表現我們院讀不出小數無中數 這個 為了什麼這麼急呢 是誰交代 當然是習近平交代 你要回答這問題 這是今天的論評 第三 要問你 你們 國民黨 民眾黨 你們千辛萬有誰來嫌棄 是要回復民主 要無天 謝謝柯建民委員的發言 報告院會 現在有國民黨黨團提案 停止討論 請問院會有無意義 現在民進黨黨團反對 我們進行表決流 採舉手表決流 請議長來圓 清點人數 議長來圓 清點人數 好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畫面上呢 其實在這個還是一團混亂的狀況 主要是因為上個禮拜五的立法院他們表決法案 當時場內場外就已經很混亂了 很多條文都沒有審過 那就在今天決定要續審 好 只不過從早上開始呢 場外就是一片抗議 而且互相有推擠之後 到現在場內呢還是一樣的狀況 這個藍白持續發展的主席台 那韓國瑜說話是一度被中斷 他就在剛剛稍早的時候呢 柯建民正在講話的時候啊 也是一直被打斷 那之後呢他的麥克風是直接聲音被拉掉 直接被消音了 好 那麼目前現場呢 我們再持續帶你來看一下最新的狀況 特別給院會報告 柯建民總召 在要求繼續發言一分鐘 因為他剛剛講話 有一度是被打斷 我們請柯建民總召 再繼續發言一分鐘 請控制時間 謝謝 大家不要吵好不好 這是一個歷史關鍵時刻 請大家思考 有這麼急嗎 是誰交代的 這個法案 說可以 坐下來行商 一條行商 簽名以後表決 我們絕對 早速尊重多數 早速浮重多數 所以呢 第一個 我們這種要求 有這種困難嗎 第二個 你們在急什麼 急著賣台嗎 這是一個歷史紅色啊 全部站在國家的對面啊 然後 我要問你們國民黨 你們先以為是在回復國家安全 衝到人民的護士 還是要出賣台灣 你們要先回答這三個問題啊 你們這三個問題沒有回答 全國人民會站出來了 你們可以默奏我位 但是你們沒有辦法 默奏民意的 都心鬼 並是民族的 是 請 停工場 聲勢 韓嚴長要聲勢 這是第一次的時刻 好 我們可以聽到呢 剛剛 柯建銘就說了 這個 藍營地委到底是在急什麼 是要急著賣台嗎 所以引發現場的是 一片有爭吵聲 而且互唱 那目前呢 現場還是持續的 這個情況是相當的混亂 而且很緊繃喔 韓國瑜持續在發言 那麼大家呢 舉的是標語 還有就是你剛看到的 綠營立文 也是紛紛綁著布條說 民主已死 好 那現在呢 綠營持續在紅黃 根本就是黑箱作業 所以大家一直持續在反對 這樣的狀況 那韓國瑜呢 也在發言 藍白野霸戰的主席台 現場的最新情形 我們持續帶你來看一下 現在 由民進黨黨團體 採用給您表決 針對 是否採用給您表決 現在進行表決 贊成民進黨 第二 請舉手 今生青世界二цы 記手 請記得 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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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們的案子 點名表決 現場還是持續在純槍舌戰 那麼韓國瑜剛剛就已經說了 要大家舉手表決 只不過台下的綠營立委 看起來還是持續在進行抗議 沒有想要有任何下一步的動作 但後續有更多的消息會隨時為您掌握